对镜头比出爱心 象征台湾与波罗地海三国的友谊 立陶宛 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 十位国会议员28号抵达台湾 展开为期八天的参访行程 当中有六位是立陶宛的 友台小组国会议员 我们很感谢在这里 但也很感兴奋 我们真的知道 什么意思是 成为一位共产党的国会议员 所以这是我的荣誉 我穿过了一个荣誉的荣誉 被设计了在中国 我们真的支持 你的自信心 台灣是我们的朋友 它是很重要的 我们继续这种友谊 在一年 Lithuania和台湾 成为了一切大步 在共产党的解释 在分析其他人 这一旅程 我认为是一步更多 在分析其他人 共同面对来自中共的外交胁迫 正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出挂牌之后 中共便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降至代办等级 但立陶宛五句恫吓 以行动展现民主同盟 这段访台行程 十位议员将觐见总统参文 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 与立法院长游席昏 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的款言 波罗的海三国的国会议员 已将参与12月初举办的 2021开放国会论坛 其间贝里斯国会众议长 墨西哥国会议员 与美国国际民主协会NDI会长 也将陆续来台参与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云堂赵婷宇台湾桃源报导 梅民主协会议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